請葉部長 國安委員,你好 好,部長 這幾天 為了中國船能不能來台 從事海事工程的施工 本席一直跟航港局周旋了一個多禮拜 到現在還懸在半空中 部長,到底 這樣一個有國安疑慮的案 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還不願意展現破例 給予否決 我們的立場非常的單純 從我們交通部角度來講 只要是國安局、國防部 或是陸委會等國安相關單位 覺得有國安疑慮 不宜,我們就否決 就這麼單純 你知不知道現在開會已經表示 國安疑慮之後 航港局現在把它轉給能源局 問他有沒有國安疑慮 你知不知道這個進度 這個我想我們請局長來說明好不好 我這個,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 沒關係,他不用說明 我告訴你 就是大家都認為有國安疑慮 國安局也出來了 國防部也有代表了 連審會議開了 都覺得有國安疑慮 但是呢 航港局還是沒有把它否決 又把它踢去能源局 說要能源局回答 釐清這些國安疑慮 本席告訴部長 好 昨天能源局局長 當面告訴我 他說 怎麼會踢給他們 他們不是國安的主管機關 他們怎麼懂國安 我還是重新聲明 我們交通部的立場 我也跟局長講得非常清楚 只要國防部 國安局 國安單位說有國安疑慮 我們就不會讓這條船進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他們有沒有講有國安疑慮 這條船一開始 整個故事是這樣 本席認為這條船 它是自使違法 航港局目前 核准這條船進來 這個核准命令 是自使無效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這次航港局所依據的是 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直航許可辦法第七條 直航許可辦法第七條 很簡單 它要處理的是直航的問題 所以申請單位 必須呢 要提供航行目的跟計畫書 這是直航 本案是不是直航 我們先看 這個直航第七條 直航辦法的第七條 它允許客貨輪之外的其他的船舶 讓你們來專案核准 那個專案核准的其他船舶 所指的 從當初的立法說明 非常簡單 並不包括施工的工程作業船 當時立法要指 為了制定第七條 它主要是要處理 返船 遊艇 研究船 跟實習船 這些 不是載貨跟載客的船 所以 這條船 它根本 目的不是航行 也不是運送客貨 它是來台施工營造 人家有沒有告訴你 它的目的是什麼 有 我們來看看 這個船務代理公司 當初來跟你們申請的時候 就跟你們講說 我這個船進來 兩艘船進來 包括拖船 跟這個平台船 人家很明白的告訴你 說 我是要進出台中港 及彰化外海施工作業 而且它說 施工作業完成工程後 它會從台中港出海回去 作業需要37天 完成工程就會走 申請單位沒有騙你 而且載明它的目的不是航行 它的目的是施工 執行許可辦法 有授權交通部許可 中國船舶來台施工營造嗎 連服貌 都還沒有放行的東西 服貌有沒有放行海事工程 作為開放中國可以來台的產業 沒有 服貌的說明 你看陸委會 服貌的說明都還說 沒有開放陸方承攬工程 及引進勞工 服貌都不敢開放的東西 明明白白告訴你是來台施工的東西 部長 這個我想是不是請航港局來說明一下 我講完 來 部長不可以什麼都不知道 都推給航港局 航港局明明知道申請案的目的是施工 本來就應該直接駁回 可是航港局這一次是扮演門神跟護法 你看看航港局發了一個什麼函 他在8月20號就發函各單位 請各單位對這件事情表示意見 很罕見的航港局加了這句話 他說 謝你們8月27號以前回覆 發一個函 叫各單位表示意見 要求他們七天內要回覆 他說如果 預期未回覆 視同無意見 航港局你在急什麼 這不是門神是什麼 在急什麼 更嚴重的是 航港局不是說限期七天給人家回覆嗎 不是說27號以前回覆嗎 27號還沒有到 26號航港局已經發布愛航通告 已經發布這一條船9月1號開始要施工的通告 通告全世界 已經發愛航通告 這個愛航通告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我航港局一定會準 才會有愛航通告啊 準了才會發愛航通告啊 既然27號截止回覆日期都還沒有準 26號就公告周知說不但準了 還替他發愛航通告 公告周知說9月1號開始 這艘船會在哪裡施工航行船隻應該注意 部長 這是什麼作業程序 還沒核准喔 愛航通告已經發了喔 接下來你看 這是愛航通告 愛航通告通知9月1號開始 就會在9月1號開始 愛航通告施工期間9月1號 這兩艘船施工期間9月1號 航行船隻應該注意 9月1號是什麼日子 9月1號是這一艘船 正在中國大陸交接啦 這艘船還在中國大陸 由董事長風風光光辦交接典禮的時候 航港局就通知這艘船在彰化外海施工啦 幽靈船是不是 幽靈通告是不是 航港局你當門神當到這種地步啊 部長 這是你的權 法令規定 專案審查傳播的許可 是屬交通部權限 交通部呢 部長呢 是用委託通告把它推給航港局 推得一乾二淨 結果航港局當門神當到這種地步 違法亂計 當橡皮圖章保證核准 除此之外 鬧出這種笑話 讓台灣的愛航通告變成緊供參考 怎麼會是這樣 我想這裡面 我們再來看看 好來 這裡面應該是在法令的認知解釋上 應該我的理解是不太一樣 部長 我們看一下國安局怎麼跟你講 有問題 國安局很明白 國安局的回航告訴你說什麼 其申請事項所設議題恐不止於兩岸直航 國安局就告訴你 這不止兩岸直航啦 然後他告訴你 其權責機關要把近海水文資料保護 一併納入準博參考 該等水域水文資料機密的認定 要求你們要請國防部表示意見 而且他告訴你 說人員的管理沒有計畫喔 要來39個人 人員管理沒有計畫喔 而且他告訴你說 我們似乎還沒有開放入牢來施工喔 國安局告訴你這兩點 這兩點很簡單 第一點他告訴你說這不是直航 你們還沒解決 第二點他說人員有問題 人家移民署昨天已經費證了 移民署解決了 然後你們航港局對國安局兩項疑慮當中的第一項 說這一項申請不是直航 你們沒解決 除此之外 欸很奇怪 國安局告訴你 积民資料要問國防部 結果你們不問國防部 你們去問科技部 你們不問國防部 你們去問科技部 所以本席才會把部長找來 我12號把部長找來 現在看一下連審會 來 部長 27號國防部給你們一個意見書 他通過 可是 國防部閃了一部分 國防部通過的這個文 他只通過南通到台中港 有關台中港到彰化 國防部沒有準喔 好 那國安局的函我剛剛講過了 他認為有問題 所以你們16號的連審會 這是你們連審會的會議紀錄 16號的連審會 國防部帶去的意見是什麼 國防部帶去的意見在這裡 你們的會議紀錄 說台中港到彰化的這個部分 好 目前 他們還正在研討 有結果會立即回函給你們 國防部派一個上校來 他帶的意見是這個 我們還在研討 所以國防部19號來的時候 告訴我還沒通過 可是呢 你們在這個會議上面 變更了這個上校所帶來的 國防部見解 你們就讓他通過了 你們就說我有配套措施 大家都沒有意見 就讓他通過了 而且快馬加編 第二天 核准函就發出去了 核准函就發出去了 所以才會出現 19號本席把國安三長找來 本席找了國安局局長 國防部部長 跟移民署署長 來了以後 國防部強烈表達強硬議場 說有國安疑慮 才會出現 22號再開一次聯審會的時候 當場 有關單位表達有國安疑慮 所以又沒有過 第二次聯審會 又沒有過 可是沒有過 你們還是不敢 淨於否決 本席認為 就應該淨於否決了 你們還是不敢淨於否決 把它踢給能源局 部長本席告訴你 能源局局長告訴我 說他們不是 國安主管機關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把它踢給能源局 本席認為很簡單 這件事情自使無效 你們根本就趕快 撤銷原來的核准 給予否決 到現在都認為有國安疑慮 你們所有全部在做的都是 因為有國安疑慮 所以我們趕快來找看看 有什麼配套措施 一個生意人來台做生意 整個國安系統雞飛狗跳 替他做配套措施 要派一組人全程監控他 國家要花這種成本 本來就不該讓他來的 讓他來 然後把你們搞得雞飛狗跳 不該讓他來 就不要讓他來啊 我還是重申 我們剛剛一開始 就講得非常清楚的 這個工程呢 目的事業 就要做這件事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當然是能研局 他們外包給台灣的一個 就是要委託一個台灣的廠商 要怎麼做 這些要怎麼做才做 我們不清楚 我們也不知道 適不適合用這樣的船 還是在亞洲 有沒有其他的船可以探 或是我們國內有沒有其他船 這我們都不清楚 很清楚的就是 他們有提出這樣的申請 他提出申請以後 我們的原則也非常單純 只要國安單位認為 有國安疑慮 我們就不會讓他來啊 國安疑慮一再出現呢 國安疑慮一再出現 從公文出現 如果有國安疑慮 我們就不讓他來嘛 那就趕快不決啊 那就 那現在就是 我們就不會讓他來啊 現在目前是沒有要他來 不會讓他來齁 撤銷了對不對 目前沒有啊 不是我在替他們找路走啊 不是我在替他們找路走啊 是啊 還在找配套措施啊 可能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呢 沒有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告訴我說是你們的權 局長告訴我是你們的權 來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想終結 剛剛委員所講 第一個 這個不能叫做直行申請 所以 所以我們把它拆成說 是兩段 直行這一段 是從南通到台中港 這叫做直行申請 但是從台中港 要到彰化外海施工 這不在直行範圍內 那在9月16日開會的時候 大家是認為直行這一段呢 走的是直行行道 國安部也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從台中港到彰化外海 他們認為這個還有疑義 但是哪些疑義呢 他們要研究 所以呢 在國安部 錯了 那個那個 我在這裡給你打斷喔 因為他既然部署直行 你就不要再依這個法 給他 給他 因為我們還沒開放 為什麼他不屬直行 因為他是中國傳播來台施工 我們還沒開放這個產業 那既然不屬直行 你就不需要再依直行辦法的 第七條繼續審下去 就給他否決 你就說 彰化到 彰化到台中這一段 因為不屬直行 不歸你們管 就把他否決啊 第二段是屬於傳播法第八條 所以啊 所以不可以啊 傳播法第八條 有關於開放來台施工的部分 目前沒有法令 為什麼 因為還沒開放 傳播法第八條是說 非國籍的船舶 他要來停泊 國際上海以外的地區啊 那是可以經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明明就說 中國大陸的船 不可以來我們的禁止海域 我可以這樣講 結果好了啦 結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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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趕快把 不准他來台的 決議趕快通知 好不好 或者我會詳細再跟委員報告好了 等一下就會做決議 要求你們 一定無論如何要把它廢止 還在拖 還在想辦法要替他找路走 我沒有必要